188公分的McClung从场边出发 飞越216公分的大鲨鱼完成今天爆扣 非常强大的是McClung没有用手扶Shark的肩膀实力 而是干干净净的直接飞过 也让McClung取得平均50分的满分 夺得2024灌篮大赛冠军完成二连霸 虽然长期往返于发展联盟和NBA之间 但McClung享受这个当下也享受奋斗过程 他写道 这是不稳定的美丽 你还记得去年McClung震撼联盟的四季灌篮吗 现在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第一球飞过人墙完成打板再倒扣进球 这是他赛前特别准备的隐藏招式 第二球侧边进场 起跳之后才在空中扭腰旋转 这可是比原地旋转起跳挑战性还要高上许多的高难度灌篮 第三球McClung请帮手高举篮球 只见他加速起飞拿球 短短几秒钟完成双重拉杆把球灌进 让场边的字母哥大吃一惊 绝赛轮McClung则用一记360度 布应该是720度的超狂灌篮 夺得50分满分稳稳将冠军拿下 也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明星崛起的灌篮王 然而在灌篮大赛的激情过后 McClung去了哪里呢? 他站稳在NBA的脚步了吗? 很遗憾的他还是没能留在NBA 又一轮有ScareGateTweet 2024NBA明星赛技术挑战项目今天登场 Damian Lillard以26分成功2连霸 拿下3分球大赛冠军 另外Steph对决Sabrina的3分GOT之争 更是纠缠到最后一个敌脚才分出胜负 Stephan Curry夺得冠军拿了一条3分GOT腰带 但从WNBA挑战NBA3分线距离还能拿下26分 Sabrina完完全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来到灌篮大赛 联盟再次邀请2023年冠军Mac McClung参赛 虽然今年评审的分数比较奇怪 但McClung在精彩度上还是以碾压的姿态 完成灌篮大赛2连霸 谈起McClung的篮球之路 从小在爸爸的支持和督促下 将家中车库改造为健身房 并一步步锻炼球技 随后在Gate City高中展现标分能力 打破战神Allen Everson在维基尼亚州的 948分总得分记录 并且在Boys Live灌篮大赛中拿下冠军 影片累积超过300万点月 让他当时得到不少关注 大学就读Texas Tech并投入2021NBA选秀 展开了足梦的旅程 很可惜的是 McClung在选秀会没能得到球队青睐 只能进入发展联盟继续打拼 这些年他从胡人到公牛再回胡人 一度取得发展联盟最佳新秀的头衔 更在实战中多次展现高难度灌篮 这让联盟开线力邀请他参加NBA灌篮大赛 而McClung知道他必须把握这个机会被大家看见 2023赛前Shark在场边给了他这段鼓励 McClung也真的牢牢把握住机会发光发热 用四次灌篮让全世界记住了他 能在NBA等级的舞台展现引以为傲的技术 除了议员自己的梦想也是提升更多NBA球队考虑McClung的机会 夺冠之后的McClung IG追踪数突破百万人 谈起成为NBA灌篮王后最大的改变 他说是多了许多粉丝 甚至会在场边等待要签名 McClung也回到学校演讲 鼓励所有正在追梦的孩子们 只要坚持下去一定有机会达成 明星赛周末虽然美好如梦 但现实还是残酷的 尽管McClung与七优人签下合约 上一季却只得到两次出场机会 第二场上阵生涯性高33分钟 取得20分9篮板9助攻准大三元的好成绩 甚至三天前他才帮助发展联盟球队夺得冠军 McClung真的已经在NBA进了最大努力 但七优人还是没有选择留下他 直到2023-24季前奥兰多递出了橄榄枝 McClung发了他身穿魔术球衣的照片写道 第三年 结果才一个月的时间都还没等到开季 McClung又被后场人手已经很满的魔术裁掉 只能再回到发展联盟继续努力 11月他在G-Link搅出非常好的成绩 场均25.4分6.3助攻4.3篮板 尽管来回在NBA和发展联盟之间 但他没有时间沮丧 努力磨练控球技术 三分命中率也显著提升 这些努力都是在等待下一个NBA机会 而他先等到的 是2024灌篮大赛的邀请函 Mac McClung当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第一球就搅出令全场赞叹的表现 不但飞越人头扣篮 重点是在空中作业 McClung居然把球放开再抓回来灌篮 慢动作重播可以看到滞空能力非常瞎扯 但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尝试失败被扣分 McClung这球没有取得满分甚至输给Brown 也让转播大探这球没满分真的太奇怪了 第二球McClung从侧边起飞 这次一记超大拉杆完成倒扣 完完全全展现了灌篮的利与美 取得了将近满分的评分 进到决赛对上Jalen Brown McClung找来两位帮手迭罗汉 而他直接飞越双人高塔完成灌篮 超夸张的起跳高度也让全场惊呼不已 决赛最后一球McClung请到去年给他鼓励的Shark 让他穿上特大号的Gate City高中队服 188公分的McClung从场边出发 飞越216公分的大鲨鱼完成惊天爆扣 非常强大的是McClung没有用手扶Shark的肩膀实力 而是干干净净的直接飞过 也让McClung取得平均50分的满分 夺得2024灌篮大赛冠军完成2.8 虽然大家去年已经认识了McClung 今年的震撼度和新鲜度肯定会有所折扣 但还是能看到他在每一次灌篮中 都非常用心的为观众带来视觉饗宴 一次次展现力度以及飞行的美丽 2024又为我们带来了四季振奋人心的灌篮 再次写入灌篮大赛历史highlight 今年二度夺得冠军绝对实至名归 明星周末过后 McClung还是得回去继续为他的NBA梦努力 有些人会问 难道灌篮那么强的人 甚至在发展联盟也有不错的数据 就不能取代一位NBA球员的位置吗 其实是不能这样比较的 因为想在篮球最高殿堂站稳脚步 球员要嘛得非常全面 不然就是得把某项技术打磨到极致 就算运球冲刺速度或起跳高度 甚至升高或灌篮能力全NBA第一 这都不代表你作为球员整体实力足够好 不一定能得到上场或做板凳的机会 反而有些人可能不太会得分 但擅长防守王牌或做苦攻抢篮板 有些人可能速度不快也不会灌篮 唯一能做好的就是当个定点射手 但在球队阵容以及战术安排下 这样的球员还是能在联盟中得到位置 因此在NBA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是非常重要的 McClung 188公分的身高打得分后卫会比较吃力 论控球技术也还有进步空间 NBA过去当然还有几位更矮的球员打出成绩 像是175公分的Izia Thomas和前灌狼王Robinson 但他们都强壮的不得了 达到另一种疯狂的境界 整体球技也还是更好 尽管重返NBA挑战重重 但25岁的McClung不会停止奋斗 就像他去年拍了一部短片 叫做万物的美丽 McClung相信一切都有美丽的一面 虽然长期往返于发展联盟和NBA之间 日复一日的锻炼也不能有松懈 但McClung享受这个当下也享受奋斗过程 他写道 这是不稳定的美丽 未来路还很长 当机会来临McClung将会全力抓住 无论是几分钟不起眼的上场时间 或是全世界目光关注的灌篮大赛 McClung都将会继续跳跃 继续灌篮 继续为自己的NBA梦想努力 Respect